好 那些这个RSS基本能力哈喽的参数 讲得差不多以后 下面我们是第一个 下面来讲这个点到点点楼见听句 点到点点楼见听句 那点到点哈喽 点到点呢 只有一种哈喽包 对吧 首先上面八个字节 上面八个字节是我们共有的 第一个字节 零个四八三 对吧 包头长度 version 1 0代表什么 六个字节 pto type是什么 十七 十五十六是烂的 version 1保留0 然后呢max 这个0代表是3 0代表3 好 下面呢 就是我们点到点哈喽特有的部分 这边有个secute type 这个太盘 看到的话 这个数字 我们会配那个数字吧 那点到点点 我也可以配secute type 虽然说你不能决定这条链路 可以发什么样的哈喽 但是可以决定这条链路 可以见什么样的邻居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is type 还有什么 secute type 对不对 is type和secute type 然后呢 共同决定一条链路 发什么样的哈喽 见什么样的邻居 见什么样的邻居 那发什么样的哈喽 在烂链路可以决定 因为点到点链路 没有这个说法 点到点链路 哈喽就有一种 对吧 但是呢 可以决定见什么样的邻居关系 见什么样的邻居关系 好 下一个source id source id是什么 发送这个哈喽包的录音器的system id 然后hold time 这个hold time 看到了 我把我本端的hold time 发到对端 那对端用这个时间来判断我有没有失效 对吧 然后pto长度 整个pto的报文长度 减去包头长度 就是我数据部分的长度 对吧 然后localsecute id 本地的电路id是多少 对吧 localsecute id 那后面呢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叫做tlv部分 啊 tlv部分 我们看一下 这招包 nx83 对吧 包头长度20个字节 version 1 id长度呢 0 代表的是6个字节 对吧 id长度0 代表6个字 pdotype 等于什么 17 17呢 代表什么 点到点 hello version 1 保留0 maximum area address 0 代表什么 代表3 对吧 然后呢 secute type 它这边2 代表的是什么 level 2 source id 发送这个hello包的路由器的什么 system id 对吧 发送这个system id 然后holdtime是多少 holdtime30秒 对不对 30秒 然后呢 增长度是多少 增长度是1499 对不对 增长度1499 然后呢 localsecute 给它它id是00 这个之前我们招包也看过 对吧 招包 没有 没自己看 看看啊 有没有 等会看吧 vrshark 好继续 下面呢就是tlv了 首先我们来讲讲tlv到底是什么东西 tlv到底是什么 tlv叫做type type lens value 叫做type lens value 叫做类型长度值 跟什么东西很类似呢 跟bgp路由的那个属性 跟bgp的属性是非常类似的 跟bgp的属性很类似 或者是什么呢 isvp的对象 这个东西 你isvp没学过 那现在不看它 就看属性嘛 bgp的属性 那属性这个东西是可以任意添加的 比如说 哎 老子 你现在还在学校里面 那你的属性就是学生 对吧 啊 你工作了 你的属性 就是有工作的人 对吧 然后的话呢 你考完雅思了 说明你的 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能力 对吧 可以跟老外 进行听说读写 对不对 然后呢 考完这下一了 那就表明 那你对网络知识有比较好的了解 对不对 啊 精通啊 或者精通 就属性呢 这个可以任意添加的 那我们这个rss呢 它就是基于这个tlv设计 啊 基于tlv设计 咱们的那个叫做osbf呢 它是基于什么设计的 那以前呢 是基于字段设计的 什么叫基于字段 它的那个高格式呢 是固定式的 这个version 这个 什么type 这个什么字段 这个什么字段 然后上面的每个字段 都是定义好的 那这时候如果说你要进行扩展的话 容不容易进行扩展 不容易进行扩展吧 那那么rss 以前是基于什么来说 它是为osi协议站 服务的吧 但是你要知道 osi协议站的报文 跟我们tcpip协议站的报文是不一样的 tcpip协议站的报文 有什么 是不是ip啊 对不对 ip 那因为ip呢 现在占主流 所以说呢 要让rss可以支持ip 对不对 那怎么支持ip 不是说我们rss 报文重新设计 让它封通在ip包头里面 不是这么回事 是为了让它可以 构建拓谱来传递ip包 对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新增几个tlv就行 新增几个tlv 那比如说啊 再举个例子 就是说 跟什么东西很相似呢 比如说玩游戏 网游 网游 对吧 网游以前有什么 魔兽世界 对吧 魔兽世界最开始出来的时候 每个人英雄级别最高是60几 比如说我设计啊 我在设计游戏 我这个游戏呢 就是基于这个模块 tlv这种方式设计 type1的时候 代表的是名字 长度最长20个字节 你最常写20个字节的名字 对吧 最常写20个字节的名字 然后value 那你就是你的数值 数值 你写啊 这个CCIE ABC 可以吧 或者说你的这个数值 为什么 是吧 就是 吞伦剑侠 对吧 反正无所谓 反正你的value 就是你的数值嘛 type等于2 代表种族 对吧 value值等于1的时候 代表人类 2的时候 代表精灵 3的时候 代表受毒 4的时候 代表什么 这能听懂吗 好 type等于3 代表什么 代表级别 那你最高 我把这个数值 最高级别设计为60几 那你最多能达到60几 对吧 type等于4的时候 代表怪物 1代表青蛙 2代表什么 3的 就能动 我把它放到那边 好 下面一个 好 等到大家玩60几 都玩的差不多了 以后怎么办 那就说大家都不想玩的呀 你如果有一个游戏 没有更新的话 你就不想玩了 对吧 那怎么办 我是不是重新设计一个游戏 不是 我给你一个更新包吧 我是不是给你一个更新包 这更新包里面 我把什么 我把这个 比如说 type等于3 级别 这个 把60几 调到最高 70几 那你可以玩的 以前武器 有一千种武器 现在我在设计 比如说type等于10的时候 代表武器 value值等于1的时候 代表什么 逼手 2的时候代表什么 3的时候代表什么 对吧 现在的话呢 我 我 本来有一千种武器 现在我在给你设计 再加武器 对不对 怪物 type等于20的时候 代表怪物 value值等于1的时候 什么东西 我现在把怪物给你加一下 那你是不是又可以玩70几 对不对 然后不行 再给你加一些东西 加一些地图 加一些什么东西 又可以玩 又可以玩 那听懂我意思吧 那 按照理论来说的话 如果你想玩这个游戏 我想挣你的钱的话 理论上来说 我是可以无限的挣你钱 就是一直挣你钱 我一直升级就是了 给你个更新包 一直升级 给你个更新包 一直升级就是了 是不是 好 那 那这个ISIS 它是基于TLV设计的 如果说他想支持新的功能 新设计几个TLV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为了支持 以前只支持OSI协议赛 那为了现在让他支持 TCPIP协议赛的话 新设计几个TLV 让 打一个新的软件包进去 让他支持 是不是 就可以支持IP 就可以支持 构建网络 来承载IP的路由 对不对 构建网络来承载IP的路由 最后没问题吧 好 那这个 这块是没问题了 那 对于我们这个 叫什么来着呢 ISIS里面 TLV一共设计两大类 两大类 一大类呢 是叫做OSI协议赛的TLV 自己记一下 OSI协议赛的TLV 一大类呢 是TCPIP协议赛的TLV 自己记一下 是说OSI协议赛的TLV 自己记 不是说OSI协议赛的TLV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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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吗 见到没有 谢谢大家 好 这是OSI协计站TLV 下面一个 就是TCPIP协计站TLV 这些TLV都是在hello包里面 可能出现的 hello包里面可能出现的TLV 当然了不止这么多 不止这么多 TCPIP协计站TLV TLV129对吧 协议支持 就是说你到底现在支持哪种协议 那0XCC表示是IP 0X8U表示什么 表示是OSI协计站 0X8U表示OSI协计站 先记 TLV132是接口的IP 莫议情况下会把接口上面配置的 所有IP地址最多可以带63个 一起放到对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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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吗 好 我可以看一下 这个抓包里面 可以看到hello包的里面详细信息 但是呢 我们现在如果不抓包的话 啊 我们用defaultinterface s1-0 defaultinterface s1-0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 呃 TLV这个东西 它在hello包里面和那个 呃 LSP 将来我们要讲LSP和SMP里面 它的那个TLV呢 有些是有些是有些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你如果想看的话 可以在那个里面看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在LSP里面看 LSP呢 我们在录音下面也可以看到 IP Brouter SS 这样的话呢 s1-0 neighbor 我们 on-all showcns neighbor 这样一二之间的一万也可以建立 对不对 那么 show show 呃 Iss showcns Iss database 这database里面 level1 21.00-00 detail 在这里面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你看 这个 TLV1 error address error address 是不是TLV1 对吧 你属于哪个区域 对不对 属于49这个区域 这TLV129 TLV129 在哪 叫做NLPID 是吗 叫做网络藏协议ID 网络藏协议ID 对不对 网络藏协议ID 那是什么 Linxcc 对不对 Linxcc Linxcc 比较IP 如果说 我们在随便一个接口上面 再配一个 叫做 CNS router SS 这是什么协议站 Linxcc 写一站 我们从这个 showcns protocol 你们也可以看到 你看 串口 既支持 OSI 写一站 又支持IP 写一站 其他0.0 只支持IP 对不对 那么show 什么呢 show Iss database level1 21.00-00 detail 你看 这边是不是 又多个8U cc和8U 对不对 那这个是TLV137 这个是TLV132 但是这个TLV132 跟这个不一样了 我们这是看的LSP 实际上 LSP里面的TLV 和那里面的TLV 有些是类似的 有些是类似的 那不行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以前抓的包 不行 我们就看一下以前抓的包 对吧 在哪 给它给哈喽 稍微打开一个 看一下 好 这个是哈喽 哈喽的这个 secure type level12 数字是3 level1 0x1 level2 0x2 对不对 它不两个比特吗 对吧 然后呢 保留 保留8个比特前面 Sysm ID 就发送这个录音器的 哈喽包的录音器的Sysm ID 这边有提 whole time 长度 local circuit的ID 1 然后呢 restart option 就是TLV了 就不管它 对吧 这个点到底agency 就TLV240 暂时先不管它 没讲到这个 这是协议支持 对吧 协议支持 协议支持 是不是LinuxCC 对吧 然后呢 area address 就是49这个区域 49吧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接口IP TLV1232 V32在哪 84 这type吗 type84 就是132 8乘以16 1828 1828加4 132 对吧 132 一共的几个字间 四个字间 这四个字间 是什么 10.1.12.2 10.1.12.2 看到不过 对吧 只不过16进士 显示的而已 对吧 那实际上 这是 0.4 0.4 不是TLV吗 T是代表类型 L代表长度 长度有四个字间 对吧 V 你Value值 对吧 Value值 那Aware address 在这 对不对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类型 类型是TLV1 长度有几个字间 两个字间 为什么是两个字间呢 他告诉你 后面这个是几个字间 因为我们这个System ID是可变成的 他告诉你后面的System ID几个字间 后面System ID有一个字间49 听懂的是吧 有一个字间49 那如果说你写的是49.0001 他这边就会写0349.0001 我们可以试一下 抓个包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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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ight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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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S5-1都是大 好 这样的话 我的区域是不是这个呀 一个几个字节 这就是两个字节 两个字节 五个字节 对吧 五个字节 好 那我们这时候呢 抓个包看一下 START R1 我们再加一个 HTLC 什么意思 嗯 RMING 啊 BURSTART 应该是CAPTURE CAPTURE R1 S5-1 RMING ISIS 到点到点 HELLO 3A .TMP HDLC 好 这样的话呢 它就开始招包了 对不对 TMP里面就开始招包了 把Iss R1 R1 与点到点HELLO 再 在这 D&A54个字节 再再一个 摄像中一个 差不多了吧 F 307 有包 No Catcher R1 S5-1 不抓了 不抓了以后 我在这里面看一下 点到你哈喽 在这 对吧 你看 有没有6啊 首先01 有多长长路 6个字节 其中第一个 只代表后面有多长 49.0001.0002 一共后面是不是五个字节 那这个一共是不是六个字节 对吧 所以说长度是6 有看到吗 长度是6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 看到什么 看到我们这个 就是点到点 哈喽包里面的这些TLV了 对不对 刚才我们看到哪个 看到这个了 对不对 下面这个 这个TLV6 代表中间系统 邻居 这个只在 烂哈喽里面出现 我们现在点到点哈喽 看不到的 对吧 认证我们有没有配过 没配过 Pedding刚刚不看到了吧 对吧 看到最后嘛 最后一串 Pedding嘛 255个字节 对吧 最长是255个字节 然后这个没看到 这个其实有 刚才看到了 但是没在意 看不到 我把它打开 我按下 等会儿再看 那这个 TLV129和TLV132 是不是都看到了 好 那下一个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TLV132 TLV129的话 你一边是OSI 一边是IP 邻居管理能键吗 那很显然 它建立肯定不成功 肯定不是RSIS协议 对不对 那你两边的区域 区域跟你建立区有关系的 就是Area Area这个东西跟你建立区也有关系 Area如果相同 可能建立 可能建立LV1 可能建立LV2 也可能建立LV2 Area不同 只能建立什么 只能建立LV2 LV1只能是区域相同才能建的 对不对 LV1区域相同才能建 是不是 那我们在CCNP的胶片里面实际上有一张图 有一张那个例子那个图 跟你的LV2 角色 跟你的Area是有相关的 我打开一下看看 在CCNP胶片里面 CGNP胶片 ISIS 应该是这个吧 看一看 那这张图 CGNP胶片里面有一张这个图 对 你看啊 他说 这个设备是区域1的 这个设备区域1的 路由器是LV1的 这时候能建立什么 运行关系 能建立LV1的吧 区域1 区域1 一边LV2 一边LV1 LV2 对吧 建不了 一边只能建LV2 一边只能建LV1 怎么可能建了 还LV2呢 还两个相加呀 不可能两个相加 对不对 好 一边区域1 一边区域1 一边LV1 一边LV2 建立什么 建立LV1啊 怎么会建不了的 肯定建立LV1啊 对不对 区域1 区域1 LV2 LV2 建立什么 可不可以建立 可以建立LV2 对吧 好 区域1 区域2 LV1 LV12 可不可以建立 建立不了 因为不同区域 因为不同区域只能建立LV2 你这台设备只能建立LV1 不能建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区域1 区域2 LV2吧 这区域1 区域1 LV12 LV12 建立什么 对 建立LV12 就是说呢 这张图呢 就是可以告诉你 你的区域和你的这个LV 对建立LV2的一个影响 只不过呢 他这个LV2还不全 还有一个链路的 不是还有一个TAC吗 链路是不是还有一个SecretTAC 这个SecretTAC也会影响建立LV2吧 对吧 这三个东西会对邻居同时 建立 就是建立LV2 同时都会有影响 那听懂意思吗 同时都会有影响 这个是在哪的 这个是我们TLV1这块 对不对 好 这个TLV129协议支持 那两边协议站不一样 那肯定建不了了 对不对 这不用好说 那如果说一边是OSI和IP 一边是IP能不能建 这是可以建的 对吧 一边是OSI一边IP 就建不了了 对吧 那我们现在看看 现在能不能建 现在LV1也是好的 坏了 哦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是这个 现在是好的坏了 好的吧 但是呢 我一端 它是不是 IP和OSI 对吧 另外一端呢 是不是只有IP 这时候èn 没有问题 那这时候ENJV1是可以建的 对吧 另外 另外没问题吧 可以减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一边OSI一边IP 那就不行了 那就不行了 好 下面一个接口IP 接口IP 那两台设备 两台设备 一端是10.1.12.1-24 另外一端是11.1.12.2-24 这时候他们10连接口 实际上能拼通还是不能拼通 不能拼 那这时候我发出来了 Hello 那个ISIS报文 对方会不会接收 答案错误 会接收 为什么 因为我们ISIS报文 是封端在IP报头的吗 如果说是封端在IP报头的 那对方是不会收的 对吧 现在不是放在对方IP报头的 放在哪里的 是直接封端在二乘帧里面的 对不对 那是会接收 但是呢 看里面的内容 里面的有一个TLV TLV多少 132 对没错 实际上呢 ISIS支持IP 并不是说ISIS包头 前面包头有个IP包头 不是这么回事 而是后面的这个部分 里面TLV携带了IP 那听懂的是吧 后面的部分 TLV携带了IP 好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把R2这边地址 R2这边地址 S1-0 IP11.1.12.2 表了吧 对不对 但0.1也能见吗 SOS SNAVOR 马上就消失了 S1-0保卸车了 然后诺车了 然后等跳出来以后 再诺车了 好 诺车了 SOS SNAVOR 有没有 一把个ISIS ADJ 看一看 显示什么 显示没有可用的IP吧 是不是显示没有可用的IP 因为两端的IP 这不在同意网段 不在同意网段吧 所以说 它零端也能不能见 不能见 但是的话呢 可以这样 怎么办呢 我们两端 有一端配个第二地址 我配了一个第二地址吧 对不对 配个第二地址 配个第二地址以后 零端也能不能见了 可以见了吧 为什么 对 因为TLV里面 TWS32里面 是不是可以把接口上面 所有IP都在上 最多在多少个 就是三个 只要两方 两端 有一个IP在同意网段 邻居关系就可以建 那听懂我意思吧 两端有一个IP在同意网段 邻居关系就可以建 好 这个呢 就是这些TLV对接邻居的影响 你看我们现在接邻居 哪些有影响了 对 最早有一个max area address 我默认是支持三个的 对吧 如果说一个是写四个 一个写 那不就零端关系见不了了 对不对 第二个是什么 MTO之前看过的 对不对 MTO差的比较大 写光业是不是也见不了 对吧 第三个 就是area address 对吧 还有什么 这个IS type 还有什么 circuit type 这些合作会对邻居有影响 对吧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我们TLV129协议支持 对不对 还有一个IP 也会被机关系有影响 对吧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后面 我们是不是还有看认证的那些东西 对不对 那些东西也会有影响 好 继续 继续